好 这两个一定要放在一起讲 因为我觉得是同一个思路 就是在选前认知作战 这个是IORG 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 听起来很高尚大 台湾资讯环境 12月27号他做了一个报告 大陆官媒抖音号 今年7到9月 最喜欢引用台湾名嘴的前10名 有没有 前10名是谁 来榜单我们公布一下好不好 我们今天三位榜哥都在现场 介大使 赖老师 亮哥 这个蔡委员 帅将军 韩冰 香龙 香龙还做了一集 为什么我唐香龙退步了呢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看到 检讨一下自己 我怎么能退步呢 还有赵浩康 丽将军 还有这个王红威 昨天这个渊老师在现场 还在想说为什么没有我 对 好 你就看到 这个榜单有没有公布 然后每个人都会给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标签 什么同派学者之类的 好 我们再回到刚刚那边 好 然后呢 这是台湾名嘴对于中共重要性的影响力 超过台湾总统还有总统候选人 亮哥超过总统的影响力 你就知道这个团体多没水准 好 我们先来 多尽量超过总统候选人的影响力 这一点我是认同 认同的 他至少这一点是对的嘛 这个团体IORG 2020年小英当选之后才成立的 如果是长期在对认知作战 有兴趣有认知会到这个时候才成立吗 我跟你讲在西方这种团体 大概已经成立十年以上 这个IORG 简单讲就是民进党政府的外围团体 你如果上网去搜的话 很难得搜到他的什么讯息 都说他研究什么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但你发现在PTT上有一个讨论 过去在这个疫情期间 什么所谓什么孩子 很多孩子都死了 那个整个操作因为很复杂 我不给大家讲戏 唯一看得到 当时引起渲染大波 很多孩子都死了 后来不是说是假新闻吗 要查吗 整个来龙去脉 有些网友认为 就是这个单位的一条龙操作 你在这个Google上去搜 唯一搜到的这个线索 是PTT上写的 他们可能操作了某些 在疫情当中的所谓的假新闻 所谓的从放消息到后面的 打假一条龙的操作 我先丢出一些讯息给大家 然后报告就说 这些名嘴出现在 大陆官媒抖音影片的总数 2.41倍 实际上是3.59倍等等 然后你们都被利用 这个可以符合中国 这个利益的世界观等等 而且十位名嘴 你们还有分工 这个外交组 政治组 军事组 两岸一家亲组 还有主持人组 然后有没有 自由时报就登得很大 然后美国之音也写了一大篇 以台批台 中共官媒的舆论武器 那这个LRG呢 大家去搜的话 真的讯息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感觉像 它是一个什么 非政府组织 有没有 资讯环境自由 然后专门研究中国 研究议题 你听起来像是一个高尚大的一个单位 这么神秘 所以一开始来我就请亮哥谈一下 来亮哥怎么看 这个五月天先登新闻市路透色的台北 是 事实上它是完全违反媒体专业 你怎么可以只引述一个官员的内部的说法 然后就把它当作新闻登出来了 那你是他的 你是他的御用媒体是不是 通常你这要查证当事人嘛 他连打电话给五月天的经纪公司都没有 也没有打电话给中国大陆的相关的单位 都没有 然后就直接写 你是直接照报告抄吗 这种记者真好干 所以我基本上 我实在不愿意说是路透社 我都说是台北路边社 就是台北这个记者完全不专业 路透社应该把它开除嘛 你的水平就是路边 路边有个人把你捡到旁边 只是说不是叫你找小云 而是给你报告抄这样而已嘛 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准嘛 那这个新闻 他也没有写出实际的证据 因为目前大家知道 这个五月天自己都承认 因为阿信已经出来 接受了一些网民的提问 真正大家都知道是在查假唱事件嘛 那目前确实网友也分成两挂啦 有一派当然是支持他的 阿信就是说他没有 是的 可是就是完全是针对音乐会的 这个有没有假唱这个新闻 那因为现在那个疫情刚结束 所以各地的演唱会 几乎所有热门的合唱团都非常满 那就有人举报 所以政府就要调查嘛 因为大陆假装是违法了 对可是他把这两个事情结合在一起嘛 意思就是说中国大陆要对五月天施压 请他们发表亲中言论 那意思就是这个可以摆平嘛 对对对 那就是暗示这样嘛 对就暗示 对嘛那请问你的证据是什么 是的 然后所以我就给大家看嘛 我们看新闻都是这样看嘛 到底是谁讲的 大家就注意到全部都是没有 那我也可以随便乱说啊 我怀疑是赖清德指使的啊 或者是蔡英文把你叫到那个官员 叫到总统府指示的啊 我也可以这样胡说八道啊 那你路透社 不是台北路边社对不起啊 你要登这样的新闻 没有任何当事人的查证 五月天也不早 大陆官方也不早 直接根据台湾也许是国安官员的 一个内部报告 你就直接抄啊 会不会是业配啊 你觉得这个 有可能啊 我严格 就是你要认定 这个的水平大概等于像 这个英国太阳报的水平 因为完全不符合新闻写作的标准 就是给人家感觉是英国的 daily telegram 每日电报 或者是太阳报的水平 不像路透社嘛 所以我才说 路透社驻台北这个记者 已经严重把自己的声誉 踩在脚下 完全不可信嘛 那为什么会这样 事实上这个新闻出来 让我感觉 民进党他们自己有做内部的民调啦 那立委选区真的非常的危险 至少有15到16个选区是PK状态 所以他想要用一个类似 周子虞的2.0事件 来刺激年轻人的投票率 我想到的政治动机就是这样 这个不一定是针对赖清德啦 因为赖清德 他目前还领先3到4个percent 从各种得票的 这个推估的估计啦 可是立委是非常的危险 所以使得他认为这种动作有必要 那这个就是他 又来到了抗中保台的议题嘛 只是用更低级的方式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议题对五月天来讲 他就是说也不是 不说也不是 所以我说是糟蹋五月天 你就是糟蹋人家嘛 所以这个如果是国安官员 就是非常低级下流啦 你不惜把台湾 这么好的一个演唱团体 就把它糟蹋 对所以请民进党揪出 到底谁在放这个话啊 对不对 不然我就认定是民进党主席干的嘛 对要不然就业配啊 对啊人家就可以这样认定啊 所以所以我说 你在这种时候 竟然拿台湾 大家都很喜欢的五月天 实际上大陆 也有他的非常多的粉丝 那你要让人家进退两难啊 这非常坏 我跟你讲这个事件即使 没事 终究就是会有人这样相信 对极坏极歹毒 就真的就是这样啊 因为我今天也看到大陆有人在留言啊 那也是对他不好的 对那也把这件事情给扯进去了 那因为他们也没有看那么仔细啦 这个真的就是 所以我说这个放这个话的官员啊 就是极端没有良心啊 他不惜把台湾的比较好的资产整个都摧毁 他前面已经摧毁台积电了 现在还要来摧毁五月天啊 这种政党真是太可恶了啦 你为了自己慎选可以这样搞 那那个IORG也是一个笑话 因为 他事实上我去查了一下 他所载的抖音 即使是中国大陆的官方的平台 他也都是剪台湾的剪接啊 他不是自己做的 他就是把这个烙碗报的节目啦 或者T台的节目啦 或者观点的这个节目啦 那剪一剪然后就贴过去了 这个在网路界是非常常见的 非常常见的 那如果大陆官媒也要流量啊 他也要有业绩啊 那他也有抖音嘛 就到处贴啊 因为你们三位的流量都特别好 事实上也不是只有大陆官媒在贴 还有很多个人在贴啊 对不对 结果IORG竟然可以把这个 当做一个研究主题啊 这个如果是我的学生根本 光题目提出来我就丢在地上 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那你的意思是说 他剪的台湾这三个 或者是观点啊 或者绕碗坝啦 或者T台啦 那三个都是中共同路人是不是 因为他就直接指定说 因为他剪的这些东西 就是中共同路人 这个就是在抓中共同路人 那事实上他抓的 台湾的都是台湾的节目啊 那台湾的节目 如果你有意见 为什么NCC不出来讲话 为什么陆委会不敢出来讲话 这个叫什么 躲在暗像里面丢黑箭 就让这种小流氓出来丢黑箭 我说这个团体就是小流氓啊 就是说你政府不敢出来讲 不然你政府就冠冕逃亡出来讲嘛 说你看这些内容 都不对啊 都听中国的话在讲话 还分组啊 NCC出来讲嘛 陆委会出来讲嘛 国安局出来讲嘛 为什么不敢出来讲 然后找小流氓躲在黑箱里面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啊 我跟你讲这种组织很多了 沈柏扬自己也有一个啊 沈柏扬那个组织 就是专门放话给外媒啊 上次就有一个日本的媒体 就引用他的话嘛 不管了 反正赖清德特爱这个 所以不分区才第一名嘛 赖清德就是整天 疑神疑鬼 这个悲公舍隐 每天活在草木皆兵的 心里的这个变态的环境里面的人啊 你就可以想象他当选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吗 他上次被参议员弄一下 他心里阴影面积很大 他就怀疑现在到处的人 都是匪谍要害他嘛 那真正要害你的你去查YT嘛 YT有央视 中国大陆所有的卫星频道都上YT啊 只是下面有一行叫 中国政府支柱 这个是YT的规定 OK 抖音只是减一小部分 而且都是台湾的媒体耶 还不是大陆的媒体 直接登大陆的新闻 结果你把这个东西当作 中共投入人的排名 他显然就是在选举 最后两个礼拜 要让这十个名嘴 只要有人用他的言论贴出来 他就立刻把这个补上 然后就说这四个都是中共投入人 你们不要相信啊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都是为了 选举最后的两个礼拜冲刺用的 那刚好在同一个时间 对没错 但亮哥因为你看五月天也好 亮哥你们三位也好 因为都是高知名度 所以这个新闻真的很吸眼球 当然很多人都觉得 两个功能不一样 五月天是为了刺激年轻人出来投票 那这个是为了要打压反赖金德的言论 功能不一样 但这个思路都一样嘛 思路都是为了投票 对 就都是为了选举嘛 都是很low的一种操作啦 很歹毒的一种操作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